大家好,我是Stan Hive的子公司也是由歌手吉库带领的阔子娱乐 5月将会推出新人男团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吉库首次制作的男团将会在5月出道 吉库之前在受访中说过 制作的新人男团将会是提供粉丝们与大众们都会喜欢的那种音乐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 露出了非常有自信的一面 而且这也是韩国四大经纪公司当中第一个推出的新人男团 所以就收到了韩国网友们极大的关注 哇,吉库制作的话实力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会是跟普拉比一样的男团吗?好期待 听说公司内部的评价非常好,真的很期待 Hive的四大爱都很坚固 Tomorrow by Together And I put New Jeans The Seraping Busok Sun 吉库新人 Play this新人 Busok Sun 总之真的非常期待吉库制作的男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最近在韩国音源榜逆境中的女团歌曲 1月5号,女团还可以发表的 Kommersaiye Pianan Changmi 在上个月底第一次进入美轮98位后 气势汹汹 今天上升到49位了 歌曲太好听了 我最近也是每天都在听 最近在这里那里都能听到这首歌 能感受到确实很受欢迎 所以我们再听一次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3月份即将回归的爱都们 3月2号 勇军将以兴趣Postee回归 3月6号 男团Crabity将以第五张 迷你专辑的主打歌Gurubi回归 Shiny Unyu也将在3月6号 以兴趣Sucker回归 女团Cherry Bullet将在3月7号 以兴趣PoW回归 Kara成员Nicor将在3月9号 以solo歌曲回归 女团TWICE将在3月10号 以迷你第十二张专辑的主打歌 Send Me Free回归 女团Pixi 男团TAN也将在3月10号 以新专辑回归 3月13号 Exo Kai将以兴趣Robo回归 女团Mix将在3月20号 以第一张迷你专辑Xpergo回归 3月23号 男团Kingdom将以第六张 迷你专辑回归 庞摊送用单奇米 将在3月24号 以出道第一张个人专辑Face回归 并会在3月17号公开 先公开取 接着是虽然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有可能在3月份回归的idleman Mamamoo Plus Promise 9 Dream Note Filly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